一次,记者故意问郭富城,你岳母比你还要大四岁,你们之间都是怎么称呼的?叫妈不会很别扭吗? 与毕全场寂静,面对这样问题,郭富城仅有一句话巧妙画解。 当初郭富城从三千人中拖延而出,成功加入TVB培训班。 几年后凭借一条广告走红,有了名气的他开始出唱片《对你爱不玩》等经典歌曲,都是郭富城的杰作,风透正盛的他。 三次夺得香港十大金阁金曲,最受欢迎南歌星角,一举成为四大天王之一。 郭富城不仅事业上成功,感情上也是相当精彩,初恋是日本女星藤原吉祥,后来因为聚少离多导致分手,随后邂逅了模特熊带琳。 当时的郭富城已经是天望及别的,而熊带琳则是不出名的小模特,不但地位上不匹配,就连郭富城本人都有嫌弃的意味。 在一起七年都没有,给熊带琳一个名分,分手后郭富城接受采访,直言说,鞋子不合适只能换一双,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,得是什么样的鞋子。 穿七年才知道不合适,和熊带琳分手后,郭富城恋上小23岁的网红方圆,甚至还夸赞方圆,他从来不会问我要东西,也不会贪图我的钱。 后来方圆告诉父母之后,方圆父母都惊呆了,连忙确认,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郭富城,要知道方圆这相当于是,给自己找了一个爹,郭富城上门拜访时,带着200万的聘务,不久后两人举办了婚礼,在方圆的老家只宴请食住,对于结婚动辄上亿的明星,郭富城的婚礼只花了100万,婚前两人还签订合约,两人离婚方圆分不到任何财产,婚后郭富城接采访,记者问郭富城怎么称呼岳母,郭富城很诚恳地说,当然要叫麻,这没� 她叫不出口,不能乱了辈子,如今方圆为郭富城生下两个女儿,一家四口其力融融